我界定一个人聪不聪明的第一步 就是学习能力 你能否将你学到的东西 是讲给一个大概10岁的小朋友之意 他大概会明白你说什么 如果你有小朋友 可以早点教识他们这个skill 一个人聪不聪明究竟是怎样定义的呢? 有一晚我老公就问我 你觉得这个人聪不聪明? 那个人聪不聪明? 大部分都是香港人 说真的 香港人 就是思想灵活 有弹性 小聪明 Street Smart 差不多个个都有 没有的话就很惨 话头醒味 但是我又觉得 聪明 小聪明 大智慧 都真的有很大的分别 今集就讲聪明这件事 我觉得也有很多范畴 但我自己思考完 我就觉得有一个aspect是非常之重要 亦都是我界定一个人聪不聪明的第一步 就是学习能力 不是一定说什么小学、中学、读什么科目、读书 而是总之学任何一样 他有兴趣想学好的东西的能力 我将学习能力归纳为三点 第一点就是学习的效率 你学习都不外乎看文字、看书、看视频 或者有人告诉你 你要用多少时间才可以理解到这些知识呢? 我觉得这也是和你平时学习的频率是很有关的 如果你整个人是一个learning mode 你经常都接收这些知识 希望学了它 不是只听了就算了 这样的话 你学习任何东西 学习的效率都会很高的 另外也关乎你的思维敏不敏捷 接触一个很foreign的idea 你能否很快就 未必是融会贯通 但是那些前文后理 大概你都可以 draw到一条线 在点点上 另外就是 我很不喜欢有些人学习 就很快有一句看不明白 就马上问旁边 你知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 其实要尝试自己解决问题 就算别人解释给你 别人都不明白你不明白些什么 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自己解决问题 都会令你思维更加敏捷 和未来的学习更加有效率 problem solving skill for一个人所为聪不聪明 也是第二个aspect 但也是很重要 所以卡住的东西 看回前文后理 能否自己解决了它 但是不要 ignore它 你之后学习的东西 根基就会出现问题 而我学习 我很喜欢take notes 尤其一些concept的东西 要有前文后理 要有因果关系的东西 我喜欢真的分topic 然后顺序 尤其自己卡住的东西 是打一颗星星圈着它 我因为这样 所以要记住这一点 这一点是很容易令到我的思维卡住 这些 我自己的notes 就是很适合我自己温习的 这是第一点 学习能力的第二点就是 你能否将你学到的东西 是说给一个大概10岁的小朋友之意 他大概会明白你说什么呢 这个就是包含了你刚才的学习效率 你的理解能力 如果你是说给自己听 不要说说给人听 说给自己听 都说得不通的话 其实整件事你是不是100%理解的 这个就是又要回头了 你又要在吸收知识那里 再用多些功 你要讲到故事给自己听 然后自己听得明之余 下一步再要讲到给一个10岁的小朋友听 你就应该是看着自己的notes 想想怎样用精简的方法去表达 自己卡住的地方 如果你不解决了它 也不会讲得通这个故事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测试 看看你是否真的完全理解你学过的东西 而第三点很重要 也有很多人忽略 对了 学了记得了 讲到出来给人听 原来在现实生活一运用那一刻 会乱了 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第三步就是要联想 或者模拟你学到的知识是怎样运用 要懂得应用 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是 你必须要记得你学了些什么 很多人是学过很多东西 但是就是不记住它 到你下次要找出来要用的时候 你好似又要从头所有东西学过 如果你没有take notes 你就惨了 你要整本书看过 如果你有take notes 好很多 你只看自己的notes就够了 重要的东西 或者经常应用的东西 你一定要有个notes的system 不是写了就算 当然你学完那一刻 当然是立刻会认识 立刻会记得 但是你要记住 你要温习 是定期地温习 专心地温习 令到那样东西 变为你的身体技能 是一个反射性反应 你一接收到 立刻统计的东西 可以立刻output到 这是很重要的 而我一直在想 我小时候没有smartphone 没有电脑 其实学习可以很专心 我反而觉得现在的小朋友 或者现在的大人也好 我可以学一样东西 有时whatsapp又响 又将你的attention 无端的draw去其他地方 就会很影响学习的效率 甚至你自己的记性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要专心学习一样东西 真的要放开你的smartphone 一段颇为长的时间 或者是你可以用它来take notes 但你要关掉所有其他的notification 否则不专心地学习 是很浪费时间的 而其实小时候已经读习的小朋友 其实很小时候已经acquire了这个skill 所以他们未来是真的无往而不利的 所以我都很希望你自己 或者你有小朋友 可以早点教识他们这个skill 学习的效率 可以融会贯通地表达 再专心地温习 对他们未来学任何东西 其实我们这一刻这个世界 我们每一分钟都在学习 我不知道 我自己就算看youtube 都是一些很知识性 很informative 要不就up to date 或者说一些concept 什么时候无时无刻都在学习 大家都可能在看同样的东西 但能够理解 能够融会贯通 能够记得的人 就是聪明一点 就是聪明一点 感谢观看 的